有一點要認定的 所以帶他 台中市文化局 獨發局 與地方文史工作者等單位 大家來到烏日寶新宮 準備這天的社區巡禮 烏日胡日禮 是台中市相當少見的八卦型聚落 早期這裡也是鄉公所所在地 曾經繁華異時 但因為時代變遷而沒落 讓居民感到可惜 是比較安靜 嗯 如果你要想 譬如我們更新什麼都比大樓 對你們來說 你們覺得是好事嗎 嗯 這就要看樓一百 兩條樓要比樓 剛才沒有什麼發射 所有這裡的建築物 都是差不多是清朝 跟這時代所有樓下來的建築物 所以我們盡量推動老街 配合我們這裡的高鐵站 烏日老街因為時代變遷而沒落 但不管是竹邊 與泥土混合而成房屋 或是斑駁的圍牆 一轉一瓦都有其歷史意義 眾人走在狹窄巷道中 到處都有驚奇之處 相當耐人尋味 也極具保存價值 我們閩南語有一句話叫 金廟起身 就是你越常看 你就會覺得沒有價值 我們會從社造的觀點說 讓他們覺得說 這個聚落其實是一個 譬如他們剛剛說 是一個八卦的概念 形成的聚落 這在台東師也很少 然後也告訴他們說 原來烏日的發源地就在這裡 讓他們知道 那慢慢我們會先引入說 讓他們從做文史的繪本 讓他們了解在地 甚至把這繪本 變成一個在地國小的教科書 看在社區規劃師眼中 胡日老街是社區營造的規報 但要進行社區營造 也必須先凝聚社區居民共識 才能著手規劃 雙管旗下來推動 才能讓這充滿古異的老街 有機會再現風華 這張賴秋風台中採訪報導 好了 好 好 太多了 所以 居民的 誇張